好 腿毛都 站着啊 轻一点 好了 晾一下吧 从我这一进来 你就一直握着这个手机 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没什么事都是工作的事 你现在受伤了 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许小姐 你来了 姜总派我来看和你 姜总 对 姜总 没打扰你们治疗吧 没有 正好跟她换药了 那你们先聊吧 好 我来到这儿就是告诉你件事 你那住院的费用 我跟王秘书已经交代好了 然后呢 然后你好好养病 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中去 就这些 对 就这些 你们先聊 我先去别的病房看看 你慢慢忙吧 我还有事 许多 你等我一下 你别动 许多 你这伤口还没好呢 有什么话不能等伤好了再说吗 许多 许多 好 有事吗 我都这样过来找我念了 还没事吗 你腿都这样了还乱跑 你有病啊 对 我有病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肯定不好 你生我期了 因为那天晚上你没有收到我的短信 对吗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那天我手机摔坏了 但是我想把那天我跟你说的话 现在给你看 手机怎么回事我明明修好了呀 我没骗你 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我真的没有怪你 那天晚上我确实想知道答案 但现在我不需要了 我也不想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想知道啊 你开车开了那么远 过来看我 你说你不想知道 因为都过去了 就这样吧 好吗 你再说一遍 就这样吧 好吗 就这样 完医生在等你 早点回去吧 又ал医生在等你 又回去了 你看你 每个人面对一时难以选择的人生难题时 都有自己特别的数捷方式 我的好姐妹 她的方式居然是做数学题 她的这本Foundation Theory of One Complex Variable 是的 一本苏联人留给世界的复分析数学题册 在很多人眼里 比如我 这是天书 但这却是她的人生指南 当遇到真的重大的问题 就随机翻开一页 再随机抽取一道题开始做 要不要被紧离乡去美国上大学 要不要留在美国 要不要放弃一份工作 通通用计算来解决 可能会有人问 这怎么解决 她的方法很简单 答案对了就坚持 答案错了就放弃 可以说 这是属于她的变态的占卜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 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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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立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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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洗了 来 来 小伙伴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我会加油的 爸爸也要加油哦 讲什么以后 许多爱意 好 准备一下 你怎么来的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让你来的 你说你错了 我受错了 你还说你是猪 我还说我是猪 不是你说的吗 不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臭小子 有欺负必有气死啊 随口你知道 多多些事我一直想跟你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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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天在医院 是我状态不好 对不起啊 但是我觉得 我们确实是需要好好地谈一谈 是啊 是 我今天来 是想给你我的答案 什么答案 我们就演到这儿吧 还是差一点 我承认 我刚已经在 演情里的日子里面 我很开心 这是我三十多年以来 最美好的时间 那天 你在学里面抱着我 在我脑中已经没有 什么所谓的协议了 我东西了 这几天 我一直都在等你的答案 但是我没有等到 我有我的原因 我知道 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你的事情 我呢 我也从来没有跟你讲过 我的过去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谈过一个男朋友 其实我们交往的时间 并不长 你也多怕 他特别喜欢聚会 我呢 就每天去厨房去做饭 为了再一次聚会上 认识了别人 再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 我 许多 再也不会给任何男人 洗衣服做饭 我要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我要努力去工作 我让自己变得强大 但这一切在我认识你之后 我逐渐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让我有一些期待 但也有一些害怕 你怕什么呀 我害怕 这种期待迎来的 是什么 你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我自己 我怕我像以前一样 再去依赖你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我自己状态太不好了 你永远都不会给我机会 让我说说我 心里想说的话 好 所以说你想要做朋友是吗 我没用机会 你没用说 你回答我 我很有事呢 先走了 赶紧 你说 operations JACK 今晚有网络会议 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拯 Liberal 贪对 开准了 看了啊 宝贝 她还说不管是真的 假的 还是演的 她都想和你一直演下去 在我生日这天 我面临着我这辈子 最艰难的一个选择 生亭第一次 我没有办法用理智去分析 我所要的那个答案 这么重要的日子自己过呀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书星啊 难得你下班早一天 我给你过生日去啊 你还记得我生日啊 这当然啊 我这么敢忘了女神的生辰啊 谢谢啊 但是我今天不想过了 那我精心给你准备的大餐 不全浪费了 我钱都交了 在哪儿啊 你去了就知道 好了好了好了 别想了啊 走 楠叔伯儿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马上你就知道了 请吧 请吧 别愣着 来 你行吧 你带我这儿啊 谢谢你啊 你带我来脑子 你带我来啊 我脱身快乐 欣欣 我眼泪都要出来了 倩倩 来收门 你们在哪儿呢 我们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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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达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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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谢老婆 你生日快乐 这个遥好的 像是法国我 一般每年都都掴压了 也不值得好 好不好吃 要跟你试一下 怎么样 还可以吧 不满意啊 我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生日 礼物想送给你 跟我来 你干嘛 礼物在这儿啊 对 在这儿 你带我跑得那么远 你到底要干嘛啊 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要带你来这儿 还要走过刚才的每一个地方对吗 因为这里 气散了我曾经所有的美好 还有私心内肺的土 但是从今往过去 这一切都过去了 这一切都过去了 没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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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一个人的经历 都造就了今天的我 都造就了今天的我 由于我之前的经历 赵索这个学校走出那一刻开始 直到遇到你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再小心安心了 我都不再小心安心了 许董啊 我要谢谢你 让我就有勇气去爱你 我想要和你 一曲一样下去 一曲一样下去 我还 我还要 你 你 我去俱乐部的兄弟 谢谢你们啊 我去同学一下大家 你就保持现在这个队形 再保持个十分钟吧 十分钟够了 十分钟啊 这 这可能肯十分钟啊 这十分钟还得控制呢 老叔发起你啊 干才欲裂火 我告诉你 十分钟不一定够啊 你们打张网络的时刻 你们都不要破坏气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你给我看什么 你赶紧 赶紧 我知道了 行了 什么关系 这个 这无人机阵列 就像我们这烟花 气氛可畏一样 我想哭了都 对 不然搞得这么感动 谁在做烟花 想不到啊 我也会这么浪漫吗 啊 谁说理工男不懂浪漫啊 啊 童韵 你今天是不是吃破药了 搞了那么多浪漫的事 我们俩当时在一起三年 感情一直很好 后来就到了毕业 遇到了最现实的问题 他们家人不同意他 跟我在一起啊 后来送他出了国 给他介绍了一个新男朋友 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 是不是在爱情里边 光有爱是不重要的 从每一个人必须要接受现实 所以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强大 那他后来呢 他后来出了车祸 所以他就留下了金刚 所以他就留下了金刚 我跟你说这些心里 不会不舒服啊 怎么会啊 谁还没有过去呢 你放心好了 我既然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你 就说明我的心里 彻底放下来 你要相信我 从现在开始 我的心里只有你 你呢 在我的心里 自语之中 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怎么才能跟我说呀 不 zat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干嘛? 想你 真逃了 真心话 你的三个诸葛亮呢? 八卦结束比我还兴奋 命令他们马上回家睡觉 还你那女国师呢? 今晚似乎有了灵感 在疯狂创作中 那你也扫点睡 明天见 宝贝 明天见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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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是个神奇的东西 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 再等也不会回来 有些人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再勉强也是突然 但有些人似乎要擦肩而过 却最终勿然回首 一眨眼 就一起过了一个永远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从这儿到停车上还有五百米 我就想你们多待会儿啊 真的 我说呢 谁家大早上腌酸菜呢 原来是恋爱的酸臭味啊 疯伯伯伯 难得见你起这么早 管他着呢 我跟你说你给我放尊重点 你要想跟我们家多多好 从辈分上来讲你就是我妹夫 知道吗 我跟你说这事吧 他分从哪儿论从杰森那儿来 你应该叫我大哥 各叫各的吧 反正现在你是我妹夫 叫人姐来听听 我怎么那么爱你 谢谢您啊 真的假的 真比你大啊 他比我小俩一倍 哪比你大啊 好了上班都要迟到了 他就这样没真心 谁没真心许诺 你今天哪儿别回来了啊 不回来正好 住我们家 住什么你家 许诺你必须给我滑枪的啊 什么能力啊 宝贝 安全带 我自己来 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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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人 这怎么 还害羞了啊 害死 我怎么做的 我做我自己女朋友还不行 从今儿开始咱们俩是 合法的羞育 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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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一直开着呢吗 等一下去公司 人很多 请你正经一点 认证工作 遵命啊 给我擦一下 好 拜拜 谢谢 是我的 你不喝红茶了 那么多我爱喝的 为什么非得喝红茶呢 我现在最爱 我 我 我心情啊 还记得咱们俩刚刚加班情侣那会儿啊 不管怎么装都有点别扭了 没有现在这么真实和自然 我跟你说我现在比那会儿还紧了 因为谁是爱情啊 我 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你的项目实验要抓紧了 下周就要录影 现在所有的合作方 还有潜在的投资方 都在听着你描绘的那个 全自动的物流时间 嗯 放心吧 但是现在我缺少一点动力了 什么动力 好 就真实的 回家 吃饭 这黄不太挺不太挺而已 你都能稳住啊 你真没给汗子 我能闻出来的东西多了 你都能稳住啊 你真没给汗子 我能闻出来的东西多了 我觉得你肯定没有问题啊 实在不行 咱们就跑吧 大半夜你跑什么呀 你记得上回 见奶奶找我的时候 你拽着我就跑 我觉得你也可以啊 很多事情不是强求 就能有好的结果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好 送我去 我 回寻眼神 我去给你 浪漫气氛 你 修发情笑 我去我们家待会儿了 你不是累了吗 好好休息吧 你在我才能够好 休息吧 那我就休息不好了 快 这是干嘛的 今天欠你一个奖励 可是我刚才这个信号接触系统 还没有开启啊 我的程序已经用完了 走吧 我不用再来 我再说 我再说 我先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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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秦刚 什么 回来回来 这怎么办 这怎么办 等一下她来了我怎么说呀 我 我就跟她说 我跟你在聊工作然后没有聊完 终于听听足了 你怎么这么念的啊 你现在是我女朋友 来 来了 爸爸 爸爸 小儿子 姥姥和姥爷呢 姥姥姥姥今天要是参加工程彩排 快迟到了 只有把我放在下边就走了 你怎么这么久都不开门啊 那个 我跟你许多阿姨谈工作 来吧 许多阿姨 想我了吗 过来 爸爸带你玩飞行机 好 爸爸 许多阿姨啊 你们快点 你们见到我所有飞机 又多见家了 爸爸 许多阿姨 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知道 你们怕我接受不了 想瞒着我 爸爸 这是你说过的 我们之间是不可有小秘密的哦 对 爸爸跟许多阿姨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呢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是在一起 做朋友 然后 再做更好的朋友 然后 再结婚是吗 然后 我是不是 就可以 随时随地 找事都阿姨玩了 或者 我叔叔在爸爸家 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的 那你愿意愿意啊 我 愿意 不是你是不是傻呀 是 我当然愿意了 是 是 阿姨 你知道吗 我其实超级超级喜欢你啊 我也超级超级喜欢你 是 是 爸爸来了啊 这帅子 四股啊 西洋西下 金黄色的余灰铺满地面 崇山峻岭间 飞机划出一道道昏暗的行径 平原慢慢明亮起来 这光亮经过很久很久才散去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在这个国家 平原上 反射的金光 不断闪烁 然而一到冬季 大地 披上溢溢白雪 反射着荧光 反射着荧光 我还是不行 特别人 很烦 我真是 很烦 很好 这个 你还这么不错 想把你出帮你 就好 他说话 他说话 这就好 我给他去 我就是我们要去 明天见 他们俩都打成这样了 你得管管 我跟你说这事挺好的 两个人压力都大 得释放一下 你一点都不担心吗 有什么担心的 我们是兄弟 这你就不懂了 什么意思 兄弟就是越打越亲 这是奇怪的意思 是挺奇怪的 跟咱俩不一样啊 越亲越亲 考虑 能不能有点正心 你知道刚才郭老二 跟小飞他们俩拼酒的时候 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我感动下来 我还要 sería 传统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把你给吵醒了 没有 喝家睡吧 等着 周周你白等了 怎么会呢 等待总是不顾的呀 周我把你等了 起来吧 嗯 你别等我了 我还有加班呢 要回去就一起回去 好吧 这些事情 不是勉强就能做好了 今天呢 先回去好好睡一觉 明天周末 我陪你来加班 今天晚上我给你特殊的奖 你说你是日子选的 你说你是日子选的 想什么呢 我说今天晚上给你煮宵夜 走了 走了 走吧 我觉得你很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明天 我会宣布一个我最不想说出来的话就是 我会让李德带着你的体脑上露眼 我跟你说这一行我干了十年了 研发就是这样 撑着王败着够 你不用有任何的顾便 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别让我担心你 我只好你现在很担心我 但其实我想过即使我现在输掉了全世界又怎么样了 我有你在我身边就够了 大不了每天回来 我们就开开心心地吃吃喝喝 每天可以抱着你睡觉 会已经很知足了 干嘛那么丑啊 干嘛那么丑啊 会吗 当然 真可惜我们家没钱啊 只要心力有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学我教你 你看这样像不像一个钢琴啊 但是你一定要选择 啊 你од bored 哎呀 好 就这么回 respond 我给你了 我以前一个人在这个屋子里边 总觉得冯冯荡荡的 即使音乐响起来的 我也觉得一个人挺孤独 挺寂寞的 自从你来到这个家里边 我接着什么都没屋子 都往前来了 我以前一个人 我也觉得一个人挺孤独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这么说 我就是你生活的意义了 那你要对我好一点啊 这样我就能永远在你身边了 永远有多远啊 我们两个人 都经历了那么多 过去 放下 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你说这个永远有多远 这永远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我懂了 你是不是有病了 你别闹许多 好快快快 跟我来 不行不行 我昨天早上跟你去 快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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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这到底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是你的话 让我想明白了一切 我的话 放下一些 放下顾虑 清空自己 才能够走向永远 是我刚才提醒了你什么吗 对 我之前对全自动物流体系 我太在意了 所以一直在做家宝 让我那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所以 从现在开始我要做检查 我只保留最原有的类型地图 然后我会给Tino机器人设计一套 全新的深度学习算法 让它自己像一个小宝宝一样 在路面上去学习 去碰着 自己去留 不管在多么复杂的路况之下 或者小区里 它都可以自主学习 因为对于它而言 都是一样的 让它自己去感受学习 我觉得你的想法都显得太大 一旦 它不成功的话 最差不就是失败了 只要对项目有所突破 成功和失败 要那么重要的 笑着 因为我的同意 不会失败 你正爱下去 结局可就垫了 你得相逢 你正爱下去 结局可就垫了 你得相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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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啊 深度学习的算完已经过点完成了 接下来就要看她的接受能力 和具体表现了 感谢观看 喂 我来上班了 对对对 你俩这挺激情啊 我们昨天 你昨天在这加班呢 你别多想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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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都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管你看见什么呀 赶紧买主机 跟LED连上 全自动物流 最后一公里 解决了 真假 在这儿这样不太好吧 这样显得更放松一点 怎么开个玩笑 缓解紧张吗 好 高级10分钟 好 高级10分钟 嗯 你应该学到怎么样 能不能让我缓解紧张的 别闹 不要 公司 不输解紧张 嗯 加油 是 接下来 我希望大家和我 一起 去见证这场改变 但是在见证之前呢 我想在现场挑选一位观众 和我来一起互动一下 请大家拿出你们手中的手机 在空中摇晃 我们的传感器会接收到你们的摇晃 任意挑选一位幸运的参与者 你好 我是IC集团的副总裁张天明 那张总现在请您 在任意一家APP的购物平台上 挑选您所想要买的商品 然后把汇纸单发给我 二号位已出库 好的收到 关键的来了 关键的来了 老大 机器人路线失变出现问题了 现在已经停顿了 需不需要介入人工操作 不需要 是好的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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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您好 请验证您的手机号码 或者人脸识笔 识别称过 这是您的包裹 重发 休假的日子 想去哪儿玩 再зы 回事 交予 的人 每一儿要 班长的 你看 你们的要tim 快要判断了 我说实在呀 你还是练了 那么多的 来 您好 请先看一下菜单 好了 谢谢 不是带我出去玩吗 特别没想到他们叫他们过来 是玩这个 你们几个谁有空啊 去送几个普通的外卖 艾米 送外卖的棋手呢 棋手都是出去了 最快也得三十分钟才能回来 这几个单子送我们出去 后边都堵着 就没法下单了 都督 艾米 帮忙 来了 要不我们去吧 都督 要不让我们去吧 你是要腻死谁啊 你没有我们家许多 你路都不会走了吧 这是我女人 不关你们 你这是我女人 你干吗啊 她是我女朋友 你们来打架 不要误伤我好不好 这样 我呢 帮她去规划一下路线 说得好听 不就是想过二人世界吗 我可提醒你们啊 第一大股东 和第一大股东的女朋友 行了 别磨叽了 别磨叽了 拜拜 倩倩 不用羡慕她们 等我忙完以后 我也来捏着你 捏什么捏啊 你不着急啊 我可是监工啊 速度点 好嘞 欢迎啊 谢谢 你看看这导航 三四个小时 咱俩也到不了 那怎么办 不 不 不 你闹吗 今天天气真好啊 我们骑单车就像休假了 辛苦了 你说咱们好不容易休息这么几天 被这般人给忽悠了 快吃了 外卖小头 我快累死了 辛苦了啊 宝宝辛苦啊 你没有忘记 你的微笑服务吧 这是我们品牌的这个形象 那必须的 我笑得很开心 你知道吗 刚才我去送餐 一个女孩在家还留一微信呢 你给了吗 给了啊 你不是说你不留女孩微信吗 那不是恋爱之前吗 自从我有了女朋友之后 这谈恋爱的感觉就一样了 我的生活要多磁多彩 不行 你给我手机看看 我不 你快拿来 删掉 怎么了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突然间眼前一片漆黑 是不是滴血糖了跑的 好像是 你先坐好啊 那你干吗呢 这是客人的 你回头给他买食吧 我去买食吧 送了一天 我妈没有成功呢 我走 这怎么说苦的啊 真的吗 你闯一闯 苦的 这抹茶的 茶还厉害 不苦啊 我尝尝 你什么时候还闹呢 我们去医院做个体检吧 好不好 没事了 好多了 我同女士是什么呀 你很懂吧 金刚不坏之声 金刚不坏之声呢 我跟你讲 现在马上立刻赶紧去医院 走 真不要了 不行 赶紧去 我去找你 从血浅和尿浅的报告来看 你是身体严重透支 疲劳过度引起的低血糖反应 这人的身体啊 就像一瓶水 倒多了呢 它就空了 这一空就倒了 医生 这是不是什么大病的前兆啊 因为这一周的时间内 他一直都在加班 就没好好睡过觉 哪要那么严重啊 这一个米班 你不是加班就是在加班 每天两三点钟还在工作 早上起来七点一定要到公司 这不严重还要怎么严重啊 你看这像不像我妈 我跟你说啊 我还真不是在吓唬你 你这身体啊严重透支 一直这么耗着 你目前呢 只是亚健康症状 如果你现在不注意 还是这么耗着 将来可能会引发疾病 后果是不开设想的 那怎么调整啊医生 注意饮食规律 多吃一些瓜果蔬菜 还有呢 不要熬夜 另外呢 你们俩千万不要吵架 避免他情绪过度激动 还有呢 平时给他备点巧克力甜食什么的 一旦有饥饿感 立马就吃 我说你们两口子这么年轻 就不爱惜身体拼命地挣钱 一旦倒下来 你们就会后悔的 你们不是还打算要孩子吗 听见没有 从今以后你要好好地照顾我 为了传宗接代 传宗接代不是靠我吗 你自己生啊 你自己也不行 那不还是靠我的质量吗 我能一直在跟你说 少熬夜 少喝酒 不要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要老坐在电脑前面 要多运动运动 你说说你 你干了几样 广 广 广 你说我能害你吗 为什么你就这么不听话呢 你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天天说那么多遍你都不听 那还不是因为你身体好吗 行了 我知道了 你怎么比我妈回序的 现在只有时候我就是你妈 你答应我 好了 妈 我答应你 好 再答应你 行了 我答应你 我认真地跟您讲 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就应该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我不希望你除以外 我想跟你 一直走不下去 比你想象地走得还要远 我答应你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只是为了我自己 更是为了你 就不然你帮我家来住吧 你说什么 帮我家来住啊 这么大的事呢 那我得考不考虑 你考虑什么呀 你看我现在身体这么不好 搬过来就能照顾上吗 对不对 你还犹豫什么呀 今天医生他都说了呀 说我这个身体 现在出于一个 就是特别那个机能 什么各个方面都不好 你说万一这以后 自己把身体造的 生不了孩子了 那怎么办 我这个人啊 自律性那么差 你不在身边 我总喜欢熬夜 去工作 加班工作什么的 一下就到凌晨三四点 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要起来工作 身体难免会 好吧 那你生病这段时间呢 我就过来照顾你一下 但是当你病好了 我就还得搬回去吗 但有个前提啊 就是我住在这儿的时候 咱们两个人得搁睡搁的 好啊 咱们两个在一个屋里 搁睡搁的 你身体不好 你还是休息休息 我好吗 你等一下就知道我身体好不好 小白 你帮我 C模式 你不愿意要带我去实验室吧 这一次绝对不会 好 你醒了 这是在给我做早餐吗 嗯 早逢了 清刚怎么回来了 我没穿外裤 那怎么办 要穿去呢 那怎么办呢 要不倒了 你就这样就好了 来了 小龙啊 哎 来了 今儿怎么没上学啊 丑小哥 快进吧 清刚 今天为什么没上学啊 是不是又装病逃课呀 不是我装病 是老师病了 他老师病了呀 嗯 是学校代班老师病了 临时放假 这孩子闹着要找爸爸 想爸爸了 阿姨好 许多阿姨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许多 阿姨好 我见过他 之前你们送孩子回来 我给他老爷还说 小彤的同事啊 真漂亮 谢谢阿姨 打扰了吧 我带孩子先上我那儿去吧 没事不打扰 我们刚好有事吃早餐 一起吃吧 咱们一起吧 来 来 你也来一个 清刚 多吃鸡蛋啊 吃鸡蛋呢 长大以后 就会像爸爸一样又高又帅 吃过阿姨啊 我不爱吃鸡蛋 那你长大以后 不想像爸爸这样 又高又帅了 那你吃吧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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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得问问爸爸 让不让吃 带不带你去买哦 别弄得跟小姑娘一样啊 要男子汉一点 好 你先陪爸爸去换个衣服 爸爸带你去买好不好 你先陪他去 我陪老儿坐会儿 你先陪他去 那你们聊一会儿吧 好 吃冰净凉 小朋友想吃什么呀 这个 对啊 金哥 给我们来一个这个 好嘞 那你走啊 还好啦 吃大了就开心了 好 走 这臭小子 吃完了冰净凌还想去游乐场 可是我看你想起飞啊 那你们去吧 老爷还在家 咱们起飞 我回去吧 那送你一下 来 金哥 送老婆 老婆再见 再见了 听话啊 慢走 阿姨 你慢走 跟老婆再见 老婆再见 再见 臭小子 我跟你说 你这东西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啊 太寒了 给爸爸吃一个 不 快点啊 快 空空空 快走 快走 谁要抓住你啊 你看我老婆啊 我老婆啊 快走 他快走 怎么 怎么感觉你有心事啊 没有 你有什么事还能瞒得了我 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心事能瞒得了我呢 我没有骗过你啊 我知道有些事存在你心里 你不愿意告诉敌人 你不想说我也不怪你 但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我是你的女朋友 我愿意和你一起分担你生命的一切 是金刚姥姥 他跟你说了什么 我们不是他亲生父母 但是他像对亲生父母一样孝敬我们 阿姨 他孝顺你吗 是应该的 这不是应该的 因为我女儿没嫁给他 那金刚 孩子是我女儿的 和他没有学员关系 零八年他们大学毕业前 两个人就分手了 这事儿 都怪我 零八年 他们毕业的时候 什么基础都没有 我们希望自己的女儿 有个稳定的生活 极力地反对他们恋爱 那时候的决定 现在想想 我们做父母的 太失败了 他 后来女儿出国了 在我的要求下 他在英国 嫁给了别人 他 生下了金刚 孩子生下不久 那个男人 就背叛了他 后来 遭遇了车祸 我 医生也没救过她的命 她走了 孩子还不到一岁 那个所谓的丈夫 我 始终没有出现过 可是 小偷 她出现了 其实她就是你的孩子 比雪还能 是啊 小朋友 你们在做什么啊 带着说点快话 爸爸说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勇敢的小伙子 那最勇敢的孩子 想吃饭过山车了 过山车 可是爸爸恐高啊 我要吧 爸爸 我们两个多了 可是最勇敢的 天哪 走吧 我们一起 那天玩得好过瘾 好开心 把我玩累死了 你都把人家娱乐场 玩关门了 能不累吗 是的 阿姨 我感觉天天爸爸骗我 爸爸怎么会骗你 他说 我是爸爸的孩子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本来就是爸爸的孩子呀 今天呀 阿姨跟爸爸在聊天 然后我说 金刚真的是一个 特别乖的小孩 是爸爸的好孩子 我说呢 金刚啊 你要乖乖的 长大以后啊 要像爸爸爱你一样爱他 好吗 嗯 爸爸是我今天世界上 最爱的人了 你也是爸爸最爱的人 阿姨爱你 谢谢你啊 嗯 我爱你 谢谢你啊 让这个秘密啊 永远都封存吧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蓝叔伴 嗯 在这个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什么呢 男人的秘密 准备 这样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介绍 今天出席的领导和嘉宾 他们分别是 世界知名物流公司 IC集团总裁 齐盛强先生 欢迎您 这个人我还挺服务的 当年一个人单枪匹马 做出了整个物流界的改冠 他成功之前啊 也受得过很多的质疑 甚至还差点破产 所以每一个成功的人 背后 都会经历很多学习 副总裁张天明先生 欢迎您 第三位是我们制动科技的创始人兼CEO 江大凯先生 欢迎您 制动科技首席运营官 许多女士 欢迎您 制动科技首席运营官 许多女士 欢迎您 制动科技首席技术官 有请到的是今天发布会的主角 前几天震惊我们认知 彻底改变物流界的 制动科技全自动物流体系的开拓者 领导者总工程师 江大凯先生 欢迎您 这怎么回事啊 可能是二爷搞搞错了 咱们先听听看 欢迎各位的到来 感谢大家 不远万里来参加这个录影 以及这个清约仪式 谢谢大家 童语啊 你是不是觉得 你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 决定制动科技未来方向的 是我 我是你 我只是希望你明白 制动科技和你 到底是谁 成就了谁 当然最后 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得力助手 童语工程师和李德工程师 他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辅助我完成了这个项目 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谢谢你们 任何改变世界的科技创新 背后都有艰难的抉择和付出 但是 改变生活的科技 会让这些付出 都变得值得 就像我的人生 一切光辉 一切光辉背后 虽血雨腥风 却都苦得其所 我还是那句话 自动科技 自动科技 好 谢谢 童语 童语 你要去哪儿啊 我要回家 签约仪式 还没有结束呢 你冷静一点 我怎么冷静 这是我们整个A组日夜奋战 差点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结果呢 总工程师是他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但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我会找他谈的 我跟你说 找他谈没有用的 他就由于想要报复我 昨天江大凯找我聊了很久 我跟他谈了自动驾驶项目 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遵从 他之前所有的承诺 他还想要取消A组件事 就是想要将自动物流 获得更大的利益 你懂吗 当时我拒绝了 他现在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要报复我 你为什么昨天没有跟我讲啊 我不想你什么事都为我担心 这是我工作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了 那你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你现在走了 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对 我需要解决根本问题 童语 你放开我 你想干什么我不拦着你 但不是现在 因为这个会议 不是江大凯一个人呢 是自动科技全部员工的 这是无数个员工 日夜奋战之后的结果 你能不能等这一次签约结束 你再跟他去做点端 好 好的爱你 你先回去吧 你等一下不是还有一个采访吗 我可以不去的 我可以不去的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快去吧 我知道对你很难 加油 加油